2月21日相声大会已经过去5天 但一条郭德刚否认于谦单飞的词条登上了热搜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才上热搜 是不是反应太慢了 还有不少网友表示 即使于谦老师双飞也不可能单飞啊 要知道老郭最在乎的就是谦大爷了 谦大爷可以走 但于谦的媳妇父父亲郭小宝还有小矮马不能走 相信关注德云社相声大会的网友们都知道 郭老师已经在相声大会中说过了 谦大爷是因为在拍戏 而且是两部戏 去年就已经开拍了 得今年4月份左右才能杀青 那时候才能回来演出 估计在天津德云社成立两周年庆典的时候 可以看到谦大爷 所以看到这条热搜网友们也纷纷发出调侃 看到这条热搜 连德云社的门票都省了 直接笑死 我看这两天网上好多一个写文章的伙伴们 说于老师奔飞了 你们给我一个电报 我要举报的 去年于老师开创了网上这个电影是什么 江湖之后 给我们都签了两个电影 签完之后 他现在没拍完 所以结果演出人轮着出来 我伤了半天 我说你看我实在是打个回来 我们这次为本 暗然有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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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你保重我 你饿个时间 浪在给我打一半的 所以说请大家 你不要再传遇到人 有没有跟面缘怎样怎样的这个 没怎么传 我们不听腰不传腰不信腰 而且在相声大会最后一场 孟贺堂带着周九良 秦潇贤和九华一起合作的三句伴 还杂挂了郭德纲 没有搭档 老郭还象征性的给了孟贺堂一巴掌 引得全场观众哈哈大笑 九华九良 燕鹤祥 藏 他的大帐外边好 藏 演出谁还没大帐 藏 德纲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当然也有许多网友猜测 于谦没有参加此次的相声大会 可能跟非议相声大会有关系 在非议相声大会没过去多久 郭德纲就举办德云社相声大会 明显是在硬钢主流相声同行 于谦老师再也确实不好 毕竟于谦老师跟其他的相声同行关系还算可以 我整个下人界我都是朋友 刚才是高峰高老师 对 说的节目就哭四出 哎 这是含着眼泪笑语传统的作品 哎 当然这些谣言对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德云社并不算是 即使你怎么传向信千大爷也不会离开德云社 毕竟两人都是互换过人质 而且千大爷虽然没有参加相声大会 但杂卦却没有少 特别是老郭还解封了焚合弯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千大爷再来一遍 最好还是醉酒版的 你们觉得呢